跟任何人都能够鸿沐相处 平等对待 谦虚恭敬 这个很重要 你不能谦虚不能恭敬 处处要别人迁就我 这个事情就麻烦了 这是永远没有办法离开烦恼的 自己要能够迁就别人 不要叫别人迁就我 烦恼亲智慧长 总是要常年累月了 在生活当中 特别在这个时处事待人节目 在这里 这就是真功夫 学到的时候要会用 就用在这些地方 那么读经也是一样 不要想什么叫分别 什么叫支出 不去想 你想他就是分别 就是支出 你怎么能离开 妄想分别支出 只有不去想他 只是想这个事情 我该不该做 我做的对不对 总是不妨碍别人 这是个原则 所以这是也是很不容易做 我不妨碍别人 他对我也不满意 这个怎么办 怎么办 这是菩萨讲的 菩萨所在之处 令一切众生 送欢喜心 他不喜欢我的时候 我看他来了 赶紧躲开 古人就是这么做法的 避开 我对他恭敬 他对我不恭敬 只求我自己没有过时 不要怪别人 有没有过时 不去理会他 我自己没有过时 我自己做得很正确 就对了 时间久了 慢慢就会感动对方 这是用真诚心去感应 感谢观看